大家好,这里是没有精致画面,只有满满干货的千千 马蹄糕呢,是中国的传统小吃 软、滑、爽、韧性极好 但是呢,做马蹄糕想要做的多层好看 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复杂的 卖的贵是有道理的 我们分两部分来做马蹄糕 一部分红糖生熟姜 一部分椰蓉姜 倒入清水 搅拌均匀 会有一点沉底 要抄底的搅拌方式 先分一部分出来过滤 用来煮熟姜 生熟姜混合的马蹄糕 按性更好 过滤之后会有一部分残渣 所以说都要过滤一次 我们先煮红糖水 红糖水煮热之后 慢慢的加入马蹄生姜 这个过程一定不要着急 熬煮的过程一定要抄底 不停的搅拌 两边同时操作防止糊底和沉底 给大家看一下熟姜熬好的状态 浓稠又流畅的滴落状 把我们煮好的熟姜和生姜混合在一起 混合好后 我们的红糖部分 生熟马蹄姜就做好了 另外一份导入牛奶 煉乳 椰浆 混合均匀 这一部分我们也是要过滤的 我是想着用平底锅加方形模具 蒸马蹄高的 结果发现我太天真了 锅太小了 热气根本就不够 换液化器来蒸吧 带上我们的椰浆和红糖浆 我这个蒸锅太小了 方形的模具摆不下 建议大家如果锅大的话 用方形的模具做好之后 切起来会比较方便 先用红糖浆 这部分来做最底层 每一层蒸3-5分钟 再导入下一层 不要蒸太久 一定要守着 蒸太久会起泡 化重点 导入红糖浆和椰糖浆的部分 一定要是一样的重量 这样子蒸出来的马蹄高 才均匀好看 还有就是最上面封顶的这一层 一定要是红糖浆 马蹄高蒸好之后 冷却放凉才能切哦 圆形的模具 为了美观四周都得切掉 太浪费了 先切一个长条 然后斜着切块 反正切的话 根据个人的喜好来切就可以了 先做了一份五层的马蹄高 又做了一份七层的马蹄高 韧性 抠弹 非常的好吃 建议大家冷藏之后 再试一下 口感会更加的好哦 感谢大家的观看 有任何问题 欢迎给千千留言 喜欢就点个关注吧